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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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什么派黑在道经 其实是台湾人 台湾人民做出决定 做出宣定 因为当局台湾人民 尤其是历史的事情 在观察历史的这些公正 什么人表演什么样 什么人都专门在修理自己的动作 我们都专门在台湾人民 给别人看 大家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注意看 这边这十一口 台湾人民乎罗伯 中天君 阿星云 我们大家认真看 虽然他们听的人很多 但是他们不是主流的媒体 你看他们的电台 不要说我们所有电视台 只有一台TVBS 那种的收看率 就差不多是中天君阿星云的二十倍以上 差不多二十倍 三十倍以上 你看一个非主流的地下 秀电台 他来列出说一些人 他们觉得这些公正 是民进党提名 我们民进党的支持 他们支持 他动算的 结果他翻倍台湾人民的立党 所以他们给他21例 让我感觉这要建議当中 结果十一口这个名 电队是他们这些人 心目用的 应该去拿起来 你看一个十岁的电台 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 原来说这个电台牛 这就是台湾人的愤怒 台湾人 大家觉得我们的尊严 我们的意志 受到他们这些人的召叹 所以这是台湾人的意志 台湾人的团队 台湾人的选择 所以在这个抽散过程 民进党虽然 虽然 虽然看起来好像标面上 有的差 这当然跟美帝 有的通牌美帝 挑钢 这样挑拔有关系 但是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看像我们藏 你看到我们台南市 他们两个都很優秀的 王顶夫 跟罗青庭 虽然罗青庭是新調流的 虽然他贏 你看这边台湾派的 王顶夫以外 他马上去看 他少人 少人去看贏的人 说 给你共议 你放心 我一定很专烈 我做你的技工 我们的人都来给你支持 我也好用大家给你支持 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台湾派的 神兴北断 这如果王顶夫議員 他自己的北断 这表示说 我们台湾人民 就是这样 参叠的时候 他们要站在哪一边 他们有一个参叠 但是如果 他站在这边的时候 另外一个条 我们平衡是民政党 这个大约的旗子 大家也是要支持 这就是我感觉 我们台湾人 真有抵护的所在 好 其实现在面临 这样的一个纷争 其实对党中央来讲 大家也不是不知道 可能造成的一个伤害 那么今天在中午的时候 游锡坤主席 跟谢长廷 结尾民进党的2008的代表人 一块的开记者会 呼吁大家要团结了 好 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动作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所以杨委员 这件事情 伤害数不小 恐怕也很难 很难做得过去 我是觉得说 这次 当然这个初选民调 我是觉得最主要原因 还是出在就是 排栏条款是其中之一 还有就是说区域缩小 区域缩小 你才可以说 电话民调的时候 因为这个样本就是这么少 所以你增加电话的话 就可以有 比较高的民调出现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是觉得 民进党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不得不 因为已经人章俱获了 已经看到那个 装的电话机 什么都已经出现 如果你再不处理的话 对民进党真的是伤害很大 还有就是说 彼此之间也都跳出来讲 所以我是觉得 最起码后来马上停止这个民调 然后去做一个这个追踪 我觉得这个 这一步至少最起码做到 但是 我是觉得说 刚刚这个中华电信这样子讲 我也认为说 这不可能说找不到的事情 我是觉得他这样说法 等于是说 很显然 我们可以去推测说 搞不好更多 这不是只有这两位 搞不好很多 所以说中华电信 不好意思给他公布 甚至说已经通过民调 被提名的人 裡面搞不好 裡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会有国民党的吗 也许有 我不知道 但是最起码国民党 没有浮出台面 也没有说人章俱获 也没有说公共和大家都打到 大家都可以掀出这个底牌来 那我是觉得说 如果是这样 真正 我们如果是说 要选举要讲话 我是觉得最起码 你定的这个规则 我是觉得我这一次 我不是说因为王世堅 王委员 你刚才说的 什麽11叩也好 信潮流也好 其实我是觉得 把他们当成说 那不是台湾人 我是觉得这个 对党的 对你们你们自己的 動也是很大的傷害 另外一点就是说 你用排栏 其实有些时候 真的 很明白 摆明就是说 这些人 我就是要把你摆倒掉 因为 我定位 我就是绿 你们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绿 所以民调 这些人 都把他摆倒掉 我是觉得说 民进党是一个民主进步党 要吸收很多的人才 我感觉很悠悠 因为 最后 整月就是说 只会画爱台湾 一直画爱台湾 然后一直说爱台湾的人 这些人就是他 只要说我们有监督 民进党有什么监督 要如何 改善的人 这些都不